而接下来的这一起交通意外事故是发生在2号的上午 而地点是在东华大桥的北端 林姓男子驾驶翼影车沿着台11丙线南往北左转行驶 而徐姓男子驾驶的这小客车是沿着台11丙线北往南行驶 那么双方在路口发生了差状 徐姓腿部骨折身体差错伤松衣救治 酒厕职也在代验当中 那么整起事故结案分局也正调查中 差池车左转过程当中不慎撞击对象执行的小客车 小客车左前车头被挤压溃缩 导致许姓驾驶腿部被卡在车内仪表板下 消防特收人员先是固定车子并破坏驾驶座旁的车门 但是车内挤压变形驾驶无法脱困 一销协助开小怪手到现场 用利弊将车子撑开协助驾驶脱困 东华大桥桥桶 那个大货车跟小轿车发生相撞 然后驾驶有一名受困这样 然后我们立即出动我们发酵车机 相关车主携带装备器材到达现场 然后到达现场之后发现患者招夹困 然后意识有点不轻 然后我们立即先进行车辆围 然后利用破坏器拆制造开口 那后来因为他的那个坐椅是电动 我们没办法手动将他后退 然后有请我们益销开怪手协助支援 那我们利用怪手拉方向盘 协助将他右脚夹困的地方移出 然后将患者拖困送的影响 拖困过程驾驶失血过多 有休克情况 经紧急送医目前情况稳定 整起事发过程正由捷安分局 进行调查例清当中 记者临界捷安箱采访报道